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拉着它游向岸边 王子轻轻地把它放到岸上 下一秒 它吃惊了 女孩竟然飘到了空中 你这个淘气鬼 艾伦生气地喊道 淘气鬼 王子说 明明是你在哭着喊救命 我没有哭 艾伦说 我那是在笑 艾伦从旁边的树上摘了一些松果 放进口袋 我会告诉爸爸的 因为你 我差点就飘走了 艾伦落在地上 一跳一跳地向王子走去 请不要告诉你爸爸 王子说 现在你很安全 可是 你为什么要把我从水里拉上来 艾伦问他 我以为你快要淹死了 王子说 艾伦对他皱了皱眉 虽然我没有重量 但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头脑 是他 王子心想 大家都在讲一个没有重量的公主的故事 他一定就是那个公主 艾伦跺着脚说 我想回到湖里 现在马上把我送回湖里 王子盯着公主蓝色的眼睛 真漂亮啊 他心想 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艾伦问道 把我送回湖里 王子终于明白了 对于没有重量的公主来说 他自己是没办法回到湖里的 王子抓着艾伦的手 他们走到湖的另一边 我应该怎么把你送回湖里呢 王子问 是你把我从湖里拉上来的 艾伦说 你自己想办法把我送回去 好吧 王子带着艾伦来到附近的一块岩石上 然后紧紧地抱着艾伦 一起跳进了湖里 艾伦突然大笑起来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跳进湖里过 真是太有趣了 王子也笑了 我和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一起跳进了湖里 然后 他们一起开心地游泳 聊天 大笑 青青公主 十 两条人鱼 艾伦和王子在湖水里玩了很长时间 一会儿跳水 一会儿游泳 他们开心地在水下玩着游戏 月亮 月亮慢慢升了起来 突然 他们听到有人在喊 树林里也闪着光 不认为人们来找我了 艾伦低声说 太可惜了 我还没玩够呢 王子点了点头 和你一起游泳我很开心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也许吧 艾伦转了转眼睛 但是我们可能要偷偷地见面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没问题 王子笑着说 然后 他游上岸 走进树林 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 王子就来到了湖边 公主已经在游泳了 王子很想和公主一起游泳 但公主的家人也在旁边 他们坐在一条美丽的小船上 跟着公主移动 等一等吧 王子告诉自己 他想起了他们的小秘密 终于到了傍晚 湖里只剩艾伦一个人了 王子发现了一块高高的岩石 于是他爬了上去 开始唱歌 我的公主 有天使般的小船 艾伦游了过来 他浮在岩石下面 你的声音真好听 王子脸红了 谢谢 您想再和我一起挑进狐狸吗 想 公主的蓝眼睛闪闪发亮 不过你得先把我拉上去 王子解下围巾和腰带 把他们像绳子一样系在一起 然后放了下来 公主抓住绳子 王子把它拉到岩石上 然后他们手拉着手 一起跳进了湖里 艾伦哥哥笑着 非常开心 太好玩了 两人就这样天天见面 他们一起在湖里游泳 一起开心地聊天 王子掉进了爱河 艾伦很漂亮 也让他很开心 王子试着向艾伦表白 但艾伦只是对他笑了笑 我是认真的艾伦 王子说 艾伦笑得更大声了 然后就游走了 王子叹了 我们可能必须要变成两条人鱼 青青公主 十一 去把湖水吸干 艾伦尼斯看着艾伦一天天长大 作为女巫 她为自己的咒语感到骄傲 国王和王后每天都在担心艾伦 她高兴地想 他们的女儿将永远那么青 那么傻 有一天 艾伦尼斯路过湖边 看到了在湖里游泳的艾伦 她像小鱼那样自由地游来游去 笑得非常开心 艾伦尼斯的眼睛闪着蓝色的光 我应该想到水 水里是公主唯一能得到自由的地方 回到家 女巫生气地走来走去 我需要一个新的咒语 一个更厉害的咒语 她想 艾伦将失去他最爱的湖 而王国将失去所有的水 艾伦尼斯急忙走到一个箱子前 她取出了一些干海草 然后把海草放进一桶 飘满药粉的水里 她一边念着咒语 一边搅拌药水 很快 一个动物从水里钻了出来 发出嘶嘶的声音 那是一条闪闪发光的水龙 太好了 女巫把水龙放在她的肩膀上 现在我要拿上所有地下室的钥匙 艾伦尼斯抓起一个巨大的钥匙环 上面有一百把钥匙 然后她走到一个地下室的门前 打开了门 她下了几个台阶 来到另一个门前 她打开门 然后又下了几个台阶 来到另一个门前 就这样一直到一百个门全部打开 走下最后的台阶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洞穴 一根根石柱支撑着顶部 女巫抬头看向洞顶 嘎嘎笑了起来 洞顶的上面就是湖底 爱格尔格尼斯 爱格尼斯松开手 让水龙掉在空中 然后她坐了下来 开始织毛衣 她的黑猫走过来 躺在她的脚边 安静点 安静点 我们要在这里 等水龙石玩法 亲亲公主十二 虎有问题 朋友们 我们的公主现在 全心全意地爱着这片湖 她知道最好的跳水地点在哪里 她知道最高的河岸在哪里 她还知道各种鱼和动物 都生活在哪里 所以艾伦马上就感觉到了 湖在变化 她第一次有感觉 是在和王子一起游泳的时候 她快速浮出水面 看了看四周 啊 湖有问题 王子也跟着她浮出水面 没什么问题啊 不 湖不一样了 艾伦开始向湖得更深处游去 王子跟在她身后 想知道她是不是病了 艾伦 你没事吧 艾伦没有回答她 也没有回头 她从一个地方游到另一个地方 仔细检查着这片湖 第二天他们见面时 艾伦非常伤心 湖岸太干了 草和植物都快死了 艾伦指着岩石 看那些岩石 他们以前是在水下的 困惑的王子想要安慰她 但是被艾伦推开了 这太可怕了 艾伦喊道 洪水正在流失 艾伦在洞穴里待了七天七夜 终于水龙掉到了地上 它很快就干了 又变回了海草 艾伦尼斯捡起海草 她抬起头 发现水开始从石头上滴下来 终于起作用了 她大喊 活水很快就会涌入洞穴 它必须回到楼上 要快 第二天 艾伦尼斯来到湖边 湖里几乎已经没有水了 但湖底还有一些浅浅的水坑 艾伦尼斯皱起眉头 终于花的时间太长了 那天晚上 艾伦尼斯又回到湖边 跟每个地方都撒冷魔法药水 然后 她又去了王宫和公主的窗前 很快 王国里的河流都停止了流动 没有水再从山上流下来 喷泉和水井都干了 就连婴儿的眼泪也干了 终于 湖里最后的一点水 也消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